主席 主席 各位委员 有请叶正治 跟范局长 还有范局长 杨伟员你好 这个 五障碍空间 已经推动很久了 而前面几位委员 一再提 台铁 在这方面的 成绩 是非常的缓慢 是一个事实 台铁说 是因为预算有限 这个 影响改善的这个 进度 硬体改善 是需要一点时间 预算 也要来配合 但是范局长 但是人员服务的态度 并不需要时间 也不需要 这个 这个经费 所以 不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结果发生了 严重的 凌风迎战的事件 这样的一个 歧视心态 当然 当然 就做不好 五障碍设施的改善 这是 那种 百年老店 老大的心态 多少 是这样的 一个表象 而 台湾身心障碍的老人家 是越来越多 而 对五障碍设施的需要 是越来越大 所以 所以打造这种 五障碍设施的环境 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但三铁里面 我们的高铁就做得很好啊 这个绝用公司也做得很好啊 也提供了很何复 人性化的一个服务 台湾目前在这个方面 不障碍设施啊 做的是 两层 而且刚才 铁路局这边说 在 今年年底 可以完成77个站的 这个 不障碍电梯的设施 可是这个77个站啊 仅就 那个旅客流量大的车站 的一个改善 但区域的比较 简易的车站啊 还不在改善的规划之内 刚才 啊 业委员说 什么时候能够规划出来 范局长 或者业 业政事啊 你说 多少的时间啊 能不能在 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三个月内呢 我们会有一个规划 就是说 不只是铁路 还有包括那个公路 这个民航等等的呢 究竟这个无障碍怎么样的的 有计划 有时间的表的 这个方式来改善 好 这个台铁也是很难为了 理由是因为 那个车厢 旧的车厢还特别的多 那个液台 的高度的落差 也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只是啊 一直看不到啊 具体改善的一个措施啊 那么 上一次交通 部门部长也说啊 这个 已经规划 完成阶段性的一个任务以后 那这个事情啊 就陆陆续续的再进行 我倒是很希望说 啊 集体的去规划 经费上的 也给予配合 尤其是 那种 夜台跟车子 之间的那个落差啊 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呢 把它完成 这是 第一件事情 有关台铁 特别 需要加强啊 不过五障碍的交通需求啊 除了 啊台铁的铁轨之外 啊 范局长你下去 那个 公路总局的 陈副局长上来 啊 就是属于你公车最为 重要哈 这个 这个 交通部啊 也特别鼓励啊 推行啊 低地板的公车 这个 国内的公 公业者呢 希望能够啊 淘汰 但是这一方面呢 并 业者并不 勇要 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看一下哈 就是 在整个公共运输的 这个 就是公路客运的 这个部分 它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属于成绩客运的部分 因为有 我问你 业者为什么不勇要啊 跟 跟委员报告就是在 就是 低地盘公车的部分 哈就是 在 政府这边有补助 但是整个 构车的一个成本 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 相关的路线上面 必须要有一些 规划 才能够发挥它的 一个效果 那特别是 在跟高铁 或轨道系统 连接的 这些客运路线上面 去做一个衔接 以及 就说一些 生障人士 他们一般生活上面 要经过的一些 重点的一个 生活的一些 场域上面的一些 路线公车的部分 去做一些布设 它才能够发挥 它的一个重点的效果 那业者这边 当然有它成本上的一些考量 这个毛部长啊 也曾经表示说 人家日本在这一方面的 地板公车的补给率 约 百分之二十三 而 而毛部长说啊 希望能够在 短期之内啊 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 而我们的中央啊 也陆陆续续的补助各县市 那些个啊 淘汰的那些个公车 你们给的资料是五百二十六辆 也补助啊 来淘汰 可是我请教你 现在各县市 目前呢 滴地板的公车 情况是有如何 你补助给它了 结果你刚才讲成本的问题 就没有没有没有做 那不是白给了吗 蛤 那个事实上呢 各个县市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今年度呢 事实上已经 就是基本上达成那个市区公车的总数 达成百分之二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致来说呢 像北部这个都会地区呢 是做的比较 就是大都会地区 辞辞市 像台北市啊台北县啊台南 台南相对可能稍微弱一点 像台中市啊 这个比例都还不错 那其他有一些地方呢 稍微弱后一点 这就是一种心态嘛 你看 里面所做的只是都会区 而人口老化 低处偏远 也缺缺大众运输的县市 反而没有能够优先的补助 能不能够优先补助啊 在这方面 在那个地区啊 低地板那个公车呢 只适用于那个市区 在那个乡 就是说偏远地区的 这个像山路啊 这个这些地方 它并不适用行驶低地板的这个公车啊 那在都会区呢 基本上我们是有在补助 这就是不公平嘛 不是 在那个偏远地区 我们是用另外的概念来协助呢 这个 这些这个身心障碍的人士啊 像现在我们有一个 就是 就服 等于是因为它的量不是那么大 所以不是用低地板公车 可能我们是九人坐的巴士啦 或什么样 然后把它改装了 是有像康福巴士 九人坐的 也有产障啊 对对对对 像康福巴士这样的东西 那是偏远地区 我们是在推动这样的方向 好下来吗 还上车吗 好上车吗 可以 这个 是往这个方向 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 升降设备嘛 是用在这个补助的经费来实施吗 这个 因为那个工作啊 就是说是 譬如说偏远地区 它要有康福巴士等等啊 这个是社福机关 社福主政单位呢 要要负责的 并不是我们交通部在做的 我们是负责公共运输的这个部分 总而言之 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但是都会区你要重视 偏远地的地方啊 那也要兼顾尽气哈 前面委员也提到过 这个一个国家 对有五障碍间做得好不好 是 其实是可以显示这个国家 这个文明素养的程度高不高 可以从这里啊 看得出来 所以本习解答说 这一次台铁人员 这个引发的无障碍设施的一个问题 你交通部啊 啊 必须进一步的督促我们的台铁 应该全面的啊 加速的啊 改善的的的的一个区域 对所有行动不方便的啊 人员 我们台铁人 乃至于所有交通部所属的人员 都应该 对行动不便的人员呢 将心比心 社长你以为如何 好 我们呃 非常同意那个委员的意见 我们呃 会努力的在这样的方向去执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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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